这个俄罗斯内鬼将普京气的现场落泪 普京在很多人的眼中都是硬汉的形象 可实际上在国内曾经有一个心腹爱将 不但选择背叛了他 而且还让俄罗斯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当时美国直接晒出了一组俄罗斯的导弹基地部署图 要知道这可是俄罗斯的国家绝密 美国特工能够轻易得得到 只能说明他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俄罗斯的所有人民都在指责普京政府的无能 竟然让这么宝贵的资料被泄露了出去 而普京更是气得发火 要求底下的人立刻对此事进行查证 可是也没想到 查来查去竟然查到了普京的心腹亚历山大的身上 被抓捕的时候 亚历山大只有39岁的年纪 他可以算得上是俄罗斯经济改革领域的一位人才 普京本人对他非常的信任 甚至一直将他留在自己的身旁 只可惜亚历山大却是一个真正的魔鬼 为了能够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 他不断地去压迫自己的下属 即使这些人已经数次表达了自己的不愿意 可是亚历山大仍然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逼迫这些不服自己的人离开 他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下属 他将这些人控制的就像是一个真正的特工一样 如果这些人不能够按照亚历山大的标准去完成 就会被加倍地扣除奖金和工资 有些人上了多年的班以后 甚至还在到欠着政府的钱 随着在国内的势力越来越膨胀 亚历山大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疯子 2017年亚历山大来到欧洲访学期间遇到了两个企业家 这两个人实际上是西方情报组织的间谍人员 当时的他们拿出了大把的金钱诱惑亚历山大 只要他们能够达成合作 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亚历山大了 在这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顺利成章 一个被普京所信任的经纪人才 竟然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内鬼 最开始的时候 调查人员还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军事专家身上 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得到这张机密的不防图 可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牌以后 他们却将自己的目光牢牢地锁定在了亚历山大身上 首先这个男人也能够从普京这里得到这些机密的消息 而且他周围有着很多奇怪的人 这些人的真实身份暂时还没有被查出来 在所有的人中亚历山大成为了最显眼的那一刻 确定了亚历山大的间谍身份以后 国家情报局立刻对他进行了逮捕 此时的普京被这个好友气得勃然大怒 他没有想到自己身旁竟然会出现这样的败类 更为关键的是 亚历山大早就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波兰护照 只要他发现事情有所不对 就能多立刻从俄罗斯逃离 幸好普京手下的出手还算是比较快 这样一个胆敢出卖国家的恶贼 普京自然是不会给他有任何好处 不但给他直接判处了12年的监禁 而且亚历山大之后是不是能够出来 也要看国家后期的判决 各位网友你们是如何看待亚历山大这个人的呢